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漫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上一次我们分享如何在Skyreels里面训练自己的专属角色 现在也有很多AI生成工具都可以训练自己的角色模型 但是都要事先准备好图片来做训练 那这些图片要怎么来呢? 有以下几个方法 第一,生成多张角色一致的图片 这个现在应该都不是问题 依照之前教的方法 运用AI绘图工具生成多张角色一致的图片 不知道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这支影片 里面有详细的演示过程 或是像现在Mate Journey也有推出这个功能 或是TensorArt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之后会出一集讲TensorArt的工具 我们今天就快速复习一次之前的方法 演算法终究是数学 我们希望它演算出来的结果变异越小 我们就要给它更多明确的限制 帮角色命名 特征描述清楚 加入参考图片 加入C的值 来让角色生成趋向稳定 同一批次生成的图片也会比较相近 之后再从这些图片中挑选 放入这边训练 第二,生成角色设计图再裁切 可以运用各种AI绘图工具 在提示词里面加入角色设计图 再加入刚刚角色训练要求的这一句 再根据跑出来的结果修正提示词 然后再用小画家或Photopee等工具 裁切成多张图片 最后再上传到这边 这样图片的解析度通常会很低 所以我们中间还要再多加一个步骤 将这些裁切好的图片转高清 就可以训练自己的角色咯 我们今天就用leonardo.ai来做演示吧 来到他的首页 用Google账号登入 选择图片生成 填入提示词 哦哦,惨了 如果生成的角色设计图都是这样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要出动到E3 到Bean Image Creator 生成角色设计图 但它的质感很普通 我们再回到leonardo.ai 选择图片生成 填入提示词 选择图片参考 上传图片 选择line art 之后按生成 它就会依照这张参考图片生成 大部分都会跟我们参考图一样 只有衣服写子可以利用提示词变更 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其他方法 只是我个人测试完之后 这是最理想的方法 当然也有一个网站可以下载角色设计图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角色设计图 跑出来的脸会跟这个脸一样哦 大家应该不会想要 但是这种设计图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当成自己手绘稿的骨架 依照这个手绘自己的角色设计图 然后再放进来训练也是可以的 之后会出一集来讲 如何用自己手绘稿训练自己的角色 这边补充一点 Leonardo.ai最近有出一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生成透明背景的图片 是原生透明的图片 不是生成之后才去背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有时候去背完会留有一点白边 跟背景合成时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另外它也可以生成动图 点选图片 选择Image to Motion 调整长度再按生成 然后等它一下 虽然是透明背景的图片 但它生成动图之后 背景就不透明了 大家可以上去试试看 好 回到我们的角色设计图 这边只有生成这几个图像 我如果想要再多一点 或是把旁边这些被裁切掉的角色补好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填充生成的方式来扩图 首先进到Leonardo.ai 这边有一个画布区 点进去之后 从这边把你的图片叫出来 或是直接从图片这边点进去 然后调整你要的大小 填入提示词按生成 它这边的填充生成 用在场景内或是风景内的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用在角色设计图的扩充就非常的不理想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搬出另外一个工具 之前讲过的Styler.ai Styler.ai最近又有更新一些新功能 我们之后再出一集一讲 今天先看角色设计图扩图的部分 这边扩图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之前讲过的先变更画布大小 再用深层填充扩图 它会出现大小不一致的图像 但这不是坏事哦 只要能用的都是好的图片 另一个是用它的新功能 扩图功能 对 它自己写了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跑出来的角色大小比较一致 所以两种都可以使用 角色设计图准备好之后 再来就是裁切 把每一个角色个别裁切 裁切的工具可以用Windows内建的小画家 也可以用网路版的工具Photopee 会用Photoshop的人就会用Photopee 功能几乎是一样的 今天先讲裁切的部分 之后再出一集单独讲这个工具 首先进到它的网站 它不需要登录就可以使用了 点选more 下面有一个language 就可以把语言改成繁体中文 然后选择档案 开启 教出我们刚刚的角色设计图 然后左手边的工具列有一个裁切的工具 直接选取要裁切的范围 再按确定就可以咯 旁边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橡皮擦这个工具 直接涂掉就好 然后选择档案 输出为PNG 因为我们的图片原本就是透明的 要选PNG档 才会继续是透明的 就这样重复进行到裁切完成 图片数量如果不够的话 也可以选择影像 下面有一个变形 选择水平翻转 这样就可以增加图片的数量咯 裁切完成的图片 解析度通常都不够768p 所以我们要再到CapCut提高画质 登入它的网站 产品下面有一个选项 提高图片画质 点进去之后 上传图片 点选右手边工具列的智慧工具 再点选影像画质提升 然后选择倍数 等它转换完成 点选右上角的下载全部 再点选右手边的这个符号 可以选择档案类型及尺寸大小 然后再按下载就可以咯 之后可以再从这边把图片叫出来转高清 最后再回到Skyreels训练角色就可以了 第三 用单张图片转成影片 再转成图片 就是生成一张角色图片 然后到Image to Video的AI工具 或是Motion Capture 动作捕捉的工具 把图片转成影片 再到Photopeak将影片拆成影格 存成单张图片 或直接暂停影片截取画面 这样也可以获得同一个人多种角度的图片 例如Pika Labs或Pixverse 或是Hyper或Vigo 我们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Pika Labs跟Pika 1.0 Pika Labs是免费的 在Discord上面使用 Pika 1.0是登录它的网站 功能比较强大 有免费的点数 但很快就用完 Pixverse跟Pika Labs在Discord上面的用法一样 Hyper跟Vigo之后会在个别录音集来讲 但这个方法的关键就在于 影片生成的画质本身是否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解析度够不够 解析度如果不够 还是要先到Cap Card 将影片转高清 再到PhotoP将影片拆成影格 存成单张图片 有没有发现这个方法比前面少了很多步骤呢? 前面都是一张张图片进行 而这个方法是先用影片进行 最后再拆成影格 存成图片 所以逻辑顺序很重要 如果我是先将影片拆成影格 存成图片 再将图片一张张提高画质 假设只要10张图片 这个时间跟工作量是10倍哦 我们使用AI的目的就是要减少重复性的工作 千万不要因为用了AI 让流程变得更复杂 让工作量变多 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经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不断的优化流程 寻求完成任务的最短路径 好 再来 第四 可以放自己的手绘角色进去训练吗? 你会不会担心花了很多时间换完角色图 再放进模型训练 但训练出来的会不会有可能不是我们要的呢? 我目前看到的做法是这样 自己手绘角色设计图 然后到可以训练自己模型的AI工具 例如Lens Go 再用那个模型生成各种角色一致的图片 这个下次再做一集来讲 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自己训练的角色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